當然是特別要感謝廣達基金會 每一年在我們學校做藝文的巡迴展 那今年很特別的是 是針對文藝復興 就是意大利文藝復興的一些展覽 那這裡面的展覽過程當中 就是在意大利發生的一些大小的事情 透過藝術的一些生活的樣貌去呈現 首先我們要先介紹這幅畫的作者 作者名叫拉斐爾·聖奇奧 是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畫家和建築師 拉斐爾的父親是宮廷畫師 因此年幼時便對繪畫產生了極大的興趣 他在17歲那年出師自立 因為他性情平和帶了和善 因此有很好的人緣 拉斐爾最知名的畫作便是一系列的聖母與聖子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這幅畫 這幅畫是用淡彩和油畫創作的木板畫 這裡面的聖母表情看起來十分溫和 而這兩位孩子 一位是首拿十四仗 安息跪地的小聖約翰 一位是正著的小耶穌 在摩基里服侍著他們之下 看起來十分慈祥 使人難以忘懷 被受到深深的感動 馬薩球是佛羅倫斯的藝術巨匠 當他只有25歲的時候 就已經發展出屬於自己的風格 他的風格與簡潔的手法 透過畫面的顯實性 內容的敘述力 以及加實的畫面結構 將空間與光線的效果表現出來 大家你們看這邊 你們是不是覺得這裡有一點空間深度 這個就是作者運用單點透視法 將所有的線條延伸至耶穌的腳上 讓他的腳後面有一點空間深度 馬薩奇歐短短27年的生命歷程 為西方繪畫完成了一場十千五億的歌 聖三位一體是基督所認的神 而三位是聖父聖子 還有聖子頭上的鴿子聖靈 而旁邊兩位是聖母跟約翰 這幅畫由四成內容組合 空隱明暗營造出了一個虛密的空間 而下方的庫樓上寫著一大串的英文 意思是 我曾是你們之中的一員 也是你們將來的樣子 米太朗基羅把聖母與基督的鐵管和衣服皺褶都刻得非常清楚 有人說再也沒有看過比這個更真實的死亡景象 你們也很驚訝對吧 為什麼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刻出這麼真實的雕像 你們有看到嗎 聖母竟然沒有鋪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因為不想鋪壞美感 第二個是想讓聖母有神的感覺 這鋪壞的特別之處在於 金橋手藝和解剖知識 秉文渡勝又精確無瑕 我覺得米太朗基羅非常的用心 因為他不但把雕像的表面磨得很光滑 還在某個地方刻上了自己的名字 請大家找一找 我的導演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那邊的書其實 如果你有空都可以到那邊 翻開來去閱讀一下 了解一下他裡面的內容 其實他都有介紹每一位畫家 還有他在創作過程的整個的行目歷程 還有他們的一些點地 我覺得這個就是也是了解一個故事 從畫裡面去看故事 那故事的背後是什麼 他有他的一些表達 那表達就是他內心裡面的世界 他內心的世界還有當下 他當時的心境 也都可以從他的畫過去觀察出來